这绚丽的流线 高玛丽的引擎 百公里加速三秒二 没错 它就是一辆超跑 但却被吸尘器给鸟了 你觉得这是在扯淡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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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都起源于小福的表哥 另一个福尔代 带着一跑车瞎得死 这完美的颜值 高玛丽的引擎 高逼格的剪刀门 不得不说 这米国最新款限量版超跑 太美了 虽然不是很懂 但满满的都是钱的味道 咱买不起 做做也挺爽啊 大伙都抢着报名 可惜这是个私人位 毫无疑问的 大雄自然是被蜡下的那一位 他郁闷的回到家 打算看看漫画 才发现漫画被老妈丢完了 只剩下一伟人之书 那要不就看我电视吧 这电视里正播放了催眠术 嘉宾的眼前是一盘 满满的四川红辣酱盖饭 看看都觉得牙齐疼 可催眠是一句 吃到嘴里你是甜的 三 二 一 惊奇的一幕发生了 嘉宾一吃停不下来呀 可刚好来到精彩的时刻 啪 快乐又没了 连电视机都罢工了 真是干啥啥不行 作死第一名啊 人在江湖飘 全屏演技高 这回大雄聪明了 自导自演了一场loser的大戏 就等着小多拉拿出啥神器实施 一个无生物催眠小喇叭 据说只要对着无生命的物体说话 就可以使他催眠 小多拉对着镜子喊 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小伙伴们 你知道对付富二代 最狠的招是什么吗 就是你的吸尘器 飙过他的法拉利 果然高手在民间啊 这会儿小多拉用催眠喇叭 对着镜子喊电视 镜子里真的出画面了 抽屉的把手还能作为开关换台 有了这小喇叭 大雄又开始欢腾了 怼着书桌说 你是一家钢琴 随即真的弹出了音乐 小咖只想问一句 不会弹的人 也可以弹奏天籁之音吗 不过 在老妈的耳里 这一切都是噪音 吵到人投诉就不好了 听到老妈上楼急促的脚步声 大雄习惯成自然的想溜 赶紧用小喇叭催眠窗户 成了一楼的窗户 溜之大吉 紧接着他开始加快攻势 来了个踪迹三连发 楼梯楼梯 你是自动扶梯 地板地板 你是蹦床 地毯地毯 你是块飞毯 天哪 没想到我这么能耐 这会儿没找到大雄的老妈 真纳闷呢 咱家也没卖钢琴啊 真想要下楼 然而 这扶梯只有上 怎么办呢 不过 一记空中匹刹 完美落地 再弹起 直接飞进了客厅 落在了地毯上 远地起飞了 还伴着一堆 去骑小蝴蝶 群魔乱舞 心里只能默念 轻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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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避免哀销 小多拉对着吸尘器 就开始催眠 你是跑车 跑车 超级跑车 果然引擎动了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他俩就出门 撒花打野去了 哎别说 这吸尘器跑车 跑得还贼快 这时速 直接赛过法拉利 干掉兰博基尼啊 全是羡慕的眼光 简直正点到爆啊 这会儿小副表哥 带着哥儿几个 正悠哉悠哉 开着超跑当的 哎好巧不巧 车车相遇了 这摆明是要抢咱 风头啊表哥 正所谓高手相见 必须PK 小多拉把车道 变成了F1赛道 表哥给他点颜色看看 两位车手同时出发 高速飞驰 你追我赶 落后车手 正努力追上 挂武当 一脚地板油 取得首胜 超跑也不示弱 猛加速 试图反超 但前方车手 转换强度 把超跑远远甩出 而落后车手 使出最后的绝招 右手一拉 喷火引擎 啪 成功反超了 你大爷 就是你大爷 但大雄不放弃 还迎蒙了 他拿出小喇叭 对着超跑一顿逼逼 说时时那时快 超跑竟播放出了 诡异的BGM 随即还自主地 停在了小区边 打开了后盖 恐怖的一幕 发生了 小区的大妈 大姐 大姑们 听到音乐 纷纷拿出垃圾包 放进了超跑 啪 超跑脆的跟 巴塞后防线一样 尴尬到死的不能再死 真是的 损的给你夺完了 好了小伙伴们 假如你会催眠 你想干点啥 小咖我想催眠老师 变成高考生 让他也尝试一下 躺黑写作业的滋味 那你们呢 咱评论区唠唠吧 拜拜